主席,各位委員同仁,李部長,還有署長,還有市長,各位媒體朋友 麻煩我請部長跟葉署長,謝謝 來,請兩位 部長,我記得三月份的時候你曾公開表達,說你贊成對空屋納空屋稅 沒有,我沒有講錯對空屋納空屋稅 我是說希望他們把空屋交出來,政府幫你經營 那因為當時我記得,因為這個主題我當時跟你對談,主要是我在界定空屋的定義 你記不記得當時? 那我也請教署長,因為我們主計處的定義跟我們營建署的定義不一樣 我們主計處定義的變成1565000多戶 它是該住宅無人經常居住,並且為供其他用途使用者 可是我們營建署的定義的空屋呢,卻只有888000多戶 對,將近90萬 對,我們主要是以它每戶的用電表,第一60度 那我請問從那個時候之後,不管是部長或者署長,請問有沒有再去跟主計處再去溝通,說我們對空屋這個定義 這個是這樣,行政主計處因為住宅普查 我記得五年還是十年是一次 他只要那個調查員去調查訪問的時候,兩次沒有人在 他就把它列為空屋 就是我們一般人認為它是空屋,所以它有155萬戶 我們是用用電 我們也知道這幾個名詞大家混擾 我們有跟行政主計處有去協調 他們也願意要改,就是在調查的時候要稍微改一下 我可不可以現在改成什麼,是不是主長可以說明一下 行政主計處 你們現在對空屋,因為我認為政府對空屋的定義應該要單一,要一致 這樣才不會造成整個民眾的混淆,或者是民間各方面在認知計算 或者是我們立委在對你監督質詢的時候產生錯亂嘛,對不對 對,所以這個部分,我現在是不是拜託部長 能不能夠在今年之內請你們可以跨部位協商 這很簡單嘛,就內政部跟主計處確認一下,好不好 在今年之內把它完成 我們希望從明年開始,我們國家對空屋的定義就是一樣的 好不好,這一點也謝謝部長,謝謝處長 另外第二個,我要請教部長,就是我們現在討論的那麼多 我請問你,合一住宅,是不是算作住宅法裡面規範的? 應該不是 應該不是嘛 所以我們住宅法裡面規範的就是社會住宅 社會住宅跟一般住宅 跟一般住宅 所以像剛剛正理委員在關切台北市那種所謂的青年的住宅 或者現在有一大堆的名詞 剛剛這個江慧政委員還講說他覺得名詞太多太亂了 那台北市那個算不算是社會住宅? 台北市那個 嚴格上來講也不完全是社會住宅 所以部長這裡面有一個標準 就是說如果他是住宅法規範的社會住宅 他就一定要比照10%的最低的出租率 沒錯 所以正理局委員剛剛質詢要求的變成就是說一個法律的適用問題 是 所以他不是一個政策的裁量的拿捏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對 所以我現在很明確講說 像台北市這一種 他所謂的青年的這種什麼時候什麼住宅安心住宅等等 他 那是在住宅法以前他就推出來了 對啊,但是我們現在住宅法是規範 是規範他我們未來整個國家裡面對所有的這種社會住宅的一個定義啊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地方有信用上 書長你認為他算不算? 現在是這樣齁 他因為現在有各式各樣的住宅名稱 對 但是譬如說如果拿台北市的大龍洞那個公營出租住宅 只要這裡面如果有10%的拿出來給社會經濟弱勢 那他就符合我們住宅法 住宅法的定義 對,沒有錯 沒有錯 對啊,那如果他沒有拿出來10%的 他就不 就不算 那我們的住宅法也不去規範他 我現在的政策上 我對中央正在執行這一塊的時候 因為我一直認為 部長是一個很有理想性格 很想去以國家現有資源去推動某些事情的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地方 中央的政策的執行的力道當中 我們可不可以 部長 這個部分可不可以譬如說 你不僅只在台北市啦 五都如果都有他們蓋類似這個東西 我們可不可以在政策當中進行一個 一個中央跟地方的一個協調 好,我想這部分我跟營建署再來商量 就是說我們中央的力道可以使到哪裡 我們的資源如何來 來溢注到 來溢注到 如何住宅法的公家的計劃 沒有錯 我想我們來積極的來把這件事 否則變成住宅法 就變成只有中央出租新建才會有 地方的政府都沒有 那我覺得也不是一個法律適用的 不僅是中央政府在規範的 地方政府在推動也應該都一起大家來做嘛 還有我看你的合一住宅的申請量到兩萬多件 兩萬兩千 兩萬多件 我上次其實也問過 請問這裡面是不是申請的人 都是目前居住在大台北 或者工作地一定在大台北的才可以 九成 九成在大台北 那請問其他的一成 他也符合申請資格了 其他一成是他只要在全國都沒有住宅 在158萬年收入以下 可以來申請 對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想跟 跟部長或跟市長討論一個概念 就是說那以後我們是不是優先 讓你的居住地跟你的工作地 在這個區塊的人優先申請 譬如說以後在台中推出合一住宅 我就以大台東地區的優先 呈現一個輻射狀 那這樣的話我覺得 既能夠救急 也能夠救沒有住宅的人 不然的話我現在可能在高雄啊 那不去拿也好 我來摸新錢看看 那其實那人根本就不在大台北地區工作 既不是在新北也不在台北市 他甚至連桃園都不是 結果他去住林口A7 他去住板橋福州 我覺得這樣是不是有一點相對的 有一點在政策的調整當中 我們可以再做更精確一步的優先順序的排列組合 我想當然這兩個案子都已經登記了 對對對沒有錯 未來我們會往那個方向 因為我覺得以後應該是成輻射狀 以你新建合宜住宅那個地區的周圍的幾個縣市的為準 他們優先的升序當第一順位 這樣的話我覺得對 我們說啊我們說等於 你政策用在實務實用當中嘛 這個房子對那個有居住 事實或者工作事實人來講是最有幫助的 所以這一點本席是很希望 還有我看你的報告裡面 你談到就是說 希望政府如果能夠蓋出高品質的社會住宅 大概有認為一定會來申請的有19萬人 好那我想請這裡請教部長就說 你所謂的高品質的社會住宅 有沒有一些基本的想法 什麼叫高品質的社會住宅 就是他要符合我們叫做黃金級的綠建組 黃金級綠建組 然後呢在公共設施方面呢 這個細節啊 好細節對我想署長 半月的那個委員 最少啦齁我們的想法 因為我們合宜住宅他的這個建材啊空地筆啊 有非常詳細的規定 對 我們就是最少要達到那個標準 達到那個標準 是 好那最後本席想請教部長 就是說現在合宜住宅齁 裡面他有關轉售的規定什麼規定 我們現在只有用個時間嘛 五年十年 現在A系的是五年 那福州的是十年嘛 那未來這個部分喔 我們有沒有可能在 在法律或者在行政契約當中 未來購物契約當中更加明確的確定 譬如說都以十年當做一個標準 因為你現在兩個案就兩個時間點不同啦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 認為那個購機我們跟地震師地震單位這個都那個辦法都好啦齁 那為什麼一個五年一個十年 對 因為A系比較早 對沒有錯 那五年以後大家像吳委員有提醒這個五年太短 太短 我記得是 我提的 是我提的 那後來就是大家討論 板橋無洲在後面 就把它提高為十年 那未來當然應該最少是十年啦 最少啦 是最少十年嘛 那部長 為了防止這個合一住宅再被捲入到被炒作變成房地產飆漲的一部分喔 我們有沒有可能模仿國外的政策 我們在未來的法律修正 不管是在住宅法當中或其他法律當中 我們要規範就是說如果你一旦要 你一定要脫手的話 政府可以優先第一孫內跟你買回 然後這裡面只加計你的通貨膨脹利息 等等各方面 來避免這個合一住宅又變成房屋飆漲的一部分 這個部分請問有沒有可能 你的理念 這兩個額是不可能啦 這兩個額是 對 對 新的額我們可以朝那個方向來 對 因為本席是認為就是說 如果合一住宅 你蓋得很好 但是等於也變成了房地產商炒作的一部分 是 其實也得不場吃 那儘管有十年限制他買賣的條件 可是過了十年之後 他一樣進入到房地產飆漲的一環 那個循環裡面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部分 部長可不可以就是說 政策當中我們開始來做規劃 我們政策上可以朝那個方向了 但是其實我們先 我的 起碼我的 個人的一個想法是 我們要朝 子豬不壽的方向 子豬不壽的方向 對 那他比較符合 社會住宅的精神 對 那最後有關你實假登錄 我看你們的辦法 6月6號已經上線了 6月6號已經公佈了 已經公佈了 那基本上你這樣執行起來的話 實假登錄這個部分 你有沒有把握他可以完全可以 一步到位可以做到 應該7月1號 市長 應該可以到位 可以到位 可以到位齁 那這裡裡面還有沒有盲點 或是沒有辦法兼顧的部分 原來部長主動早上有講到說 建商自行銷售的那個部分 是 有一塊那一塊可能是沒有辦法顧及 那既然部裡面注意到了 那市裡面這邊可不可以解決到 是 其實這個是法律的問題 法律問題 今天管理條例所規範 只要仲介跟代銷 那對建商的部分 他如果說自己蓋自己賣 他就不算仲介不算代銷 那我們有沒有可能 站在一個行政指導的角度當中 預先去跟他做一個建議 所以你這個案 因為你本身沒有其他委託 所以因此你要特別注意到 你這個本身應該做實價登陸上的法律上的符合 要從建設業相關的法律裡面 是不是應該在這個法上來做處理 或者是你們透過跟那個建商公衛等等 去做一些行政指導措施嗎 我是覺得政府應該做點事情啊 不過也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他在賣房子 未來他還是要登記的 登記 登記以後一個月裡面 他還是要申報 所以你還是認為說到最後還是可以確認就對了 時間有點落差而已 是 好 謝謝部長 謝謝市長